立委选战的部分 因为这一次大家提到了 侯康想要逆转胜 南部至关重要 尤其过往绿油油的南台湾 这次立委选战出现了多处的破口 虽然刚刚特别提到了 高雄 李梅珍 陈梅亚都陷入苦战 但其实感觉起来还是有机会一拼的 另外在台南赖清德的宿敌李全教 这一次是以五党籍结合了蓝白力量 立拼赖系了林一锦 就连蔡英文都专程站台两次 突选立营感受到浓浓危机 还有在屏东部分 屏东选区立营也是面临分裂 民进党正刀抛梦安子弟兵 徐富奎对上了五党籍 苏孟存也就苏正清之指 国民党这一区没有提名 反而成范律阵营抢票的目标 苏孟存被看好有机会突围 南台湾这个部分毕竟跟总统大选 还是互为联动 最近我也在整理一些 所谓的范律分裂的选区 那我们先从陈美娅 这个选区开始讲 就是郭备宏的能量能有多强 决定陈美娅当选的机会有多大 但是呢黄杰他很确定的 就是说为什么 很多人都在讲 赵天霖就这样被拔掉 难道他地方的组织 不会有怨言吗 我告诉你 如果赵天霖想再起 你这次最好把黄杰服选上 真的是如此 你黄杰选不上不是怪黄杰 是怪你赵天霖 所以你赵天霖要未来 你必须全力把资源全部给黄杰 这就是民进党现实的地方 加上黄杰又有陈其脉权力加持 所以黄杰他很清楚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年轻票给票票入贵 所以他现在的所有做法 就是年轻人全部回来 那组织反正赵天霖这边 都会帮我处理好 这个就是民进党 在优势选区的打法 所以这个选区我老实说陈美亚绝对苦战 不要乐观 然后再来 刚刚其实提到说 左南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 但是关键在于 你的这个就是说 你的 我还是强调啦 就算总统不能蓝白河 如果我举个例子 假设柯文哲 列出新潮流下架名单 他的总统票 假设不管有多少票 15%也好20%也罢 这些票 因为你总会有立委 有政党票嘛 假设他有最后他们 柯文哲用一个投票指南 哪个选区 这个人叫做 死亡笔记本黑名单 把李博弈 李博弈列进去 新潮流列进去 那他的盘就是 哦这个人不能投 你懂吧 我懂这两校哦 就是说孟宏陈录 这个对国民党 这个叫什么戒东风啦 对 就是你蓝军有参选 民众党没有参选的选区 如果今天民众党愿意去 助你这一臂之力 对蓝军来讲是正面的 这也是刚刚为什么 蔡元委员说 如果蓝白河 陈美亚相对好选 就是这个概念 有没有办法在 立委选战里面出现 这个是后来 未来一个月 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的话 对蓝军来讲 相对来在立委选战 会比较轻松一点 可是呢 好那左营 上一届是为什么 郭新正 谁杀了李鑫那个案子 郭新正拿了好像两万票 对快上万 对啊 这个不得了 不得了 如果以蓝军在那边的盘 因为他一定是拿蓝的票 甚至是蓝里面讨厌蓝的票 所以这种自己内部的分裂 你就没有办法 你要赢就很困难了 可是理论上 左南南军确实有机会 让高雄不会被玩封 至少左南应该要有机会去拼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看整个大环境 而台南 老实说我不认为李全教机会很大 因为在绿营 他们最后整个盘是用上去 不要忘记林一锦也是新潮流 赖清德子帝兵 所以那种资源的全部的拉下去去选的时候 通通都是 他们的要求就是 他的支持者每一票都要进去 那反而是屏东反而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这次苏清权是 等于说策略性的支持 他们等于是苏家子弟兵嘛 就是说跟苏正清这个系统去结盟 那让变成是一个范绿自己内部 这个绿营自己互打 可是呢这个一定有个默契 如果今天你选上了 你儿子就是苏孟臣选上了 拍谁 你只能加入跟国民党团合作 这个都是选前一定要先有这个默契 你才能去支持的 否则如果今天他选上 然后说我要回民进党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像这种选法 在这种地方的选区 第一个组织实力 跟这种所谓的政党派系 有没有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这个什么徐富奎 就是他就是差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地方派系组织的部分 是老实说必须讲 他的输家在屏东还是很强的 那至于我这边再补充一个选区就是台东 台东你知道刘兆豪实力非常强啊 因为他不是拿传统的绿的选票 那我听到一个版本是说赖昆成现在民调落后啊 赖昆成是那个蓝绿跟五党籍这三个主要的候选人 他是第三名啊 第三 他是第三啊 所以你说刘兆豪 那个这个脱党参选对赖昆成压力有多大 非常大 可是刘兆豪的参选他是预留了重返民进党的一个那个叫做默契 就如果刘兆豪选上很抱歉他都又回到民进党 他有留后路啦 就说我殷熙又哪一席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就是在于蓝军够不够团结 理论上绿营分裂 尤其在台东这个选区 理论上应该是蓝军可以清洗过关 理论上 但是这种当你今天提的人不够强 所以我说姚慶林他的辅选的力道就非常强 包括你看最近因为吴俊丽啊这些都归对了嘛 蓝军也分裂 对蓝军也有分裂啦 所以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很多地方 都是要思考就是他有他在地的因素 那也有一些这个大环境的因素 但关键还是你总统票 我想最后三票绑在一起总统选的好 你立委就会选的好 那北台湾大家是要怎么样 比的是一个仇恨值吗 港湖的部分呢 因为绿营自己啦 高嘉瑜遭受到这个激进党的吴欣带来抢票 所以他现在这个父辈受敌 而得罪了独派势力 那么更传出有民党派系 所以暗注让高嘉瑜陷入了范略内战 那吴欣带因为选举文宣上面 还印有赖清德的照片 所以呢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张茂南呼吁选民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高嘉瑜 曾经中也去帮他了 高嘉瑜就批评这个吴欣带 云木混珠山寨行为让人无法接受 不过这一区感觉起来是不是毫无悬念 应该 李燕秀是不是 比较稳昌胜算 那另外呢在中正万华的部分 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部主委黄吕锦如说 他说这是国民党自己做的民调 说国民党的钟小平在万华选情较差 中正区有小赢 但整体大约落后6个百分点 和余美人差1%左右 落后6个百分点 这让钟小平很不服气 他说我自己做的民调是赢3到6% 那么另外黄吕还有特别讲到了 这一区这个是超绿 绿道出之 第二选区 这个地方是游淑会对战 间隔王世坚 但是黄吕说 刚开始的时候游淑会民调 真的差很多 现在每个月成长大约9% 还有王世坚 距离大约10几%左右 那这两区 我想听听这个蔡委员目前的分析 现在的战况如何 在大同这个区域跟救世林 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实力差距 在15%是正常的 所以你说游淑也已经能够攻进去15%的范围 已经很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国民党以前在输 也不会输超过15% 就是一倒数为止 那么差距在里面 所以游淑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能够缩小到15%以内 他没经营过 他就这样一下子丢下去 就有这种成绩 他真的很努力 上次输30% 好可怕啊 什么样的差距啊 那没有再选 因为那时国民党 连三成都拿不到 没有再选 我们平时上次我们共产后决 连人都没看到 没再写 等一下 你现在周守信就赢了 对不对 后来几次都在15%以内 我现在讲正常的状况 那 不过我是觉得我们的主委 当然很辛苦啦 也不用太坦白 应该学朱力都一样 我们赢0点多少 因为角色不同嘛 比如说我做这个评论人 我们当然要所谓的中肯 要诚实 然后要理性来判断 不能说国民党 不能骗这个所谓的 这个听众朋友 当他主委 我如果当他那个主委 我也不可能讲实话 因为你要鼓舞均心士气 那这个 周小平当会想说 你干嘛 干嘛不先老底啊 你跟他讲说我赢一点点 要差一点点 结果说16% 这个他们两个的恩怨 我知道 即使有如此 职务上 对啊 你还是要演一下 周小平做人 要圆滑一点才行 不过委员 中战万华区 这一区现在目前呢 局势有这么诡决 是不是 沙卡都啦 沙卡都的情形 如果余美人 当时是代表民众党来选 他当选了 可是问题是 民众党现在也等于是挺余美人 不是 这还是有点差啦 还是有点差啦 因为你不是挂他招牌嘛 你用五党籍的还是有点差 这个地方 用五党籍的本来就会比较吃亏 比较吃亏 再加上他上一次是用 亲民党的身份去当发言人嘛 亲民党朋友不要生气 亲民党在那个选区比较没有行情 是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不是啊 议员都没有啦 这是事实 对啊 就比较没有行情 这是每个小党与小党的一种重点的特色啦 那蓝白不合了之后 对他来说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蓝白合 国民党就不用提钟晓平啦 是吧 就直接提预美人啦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因为 可是我说在总统的部分已经蓝白切了嘛 不合了 这个大环境跟他们没有关系 就像台中 台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素啦 国民党啊 出了一个卢秀恩太强啦 没有别的原因啦 你什么马祖姓林 现在台中的马祖姓卢好不好 你搞错了 你没有搞错 今天如果不是卢秀恩啦 蔡斌卢也不会有这种声势嘛 所以委员也认为说 这个雨萱讲这有机会 五加一 当然了 当然了 他的判断是对的啦 因为还有几个年轻的议员 本来也是 也是声势不如啊 卢秀恩这个 当马祖每天很辛苦 到处点邮箱 对不对 就慢慢把他点起来了 那这个很值得监讨啦 我们当然希望国民党的县市长 鼓励他们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卢秀恩的表现 那国民党党主席就好干啦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现实啦 因为卢秀恩站那边 第一次跟林家隆 林家隆姓林啦 马祖姓林啦 马祖姓林啦 马祖姓林没有保佑他 对不对 他把林家隆就打下来了 第二次蔡其商是 新潮流是何等人的资源 人力冲丢下去啦 29个选区对不起 全部都输 就是蔡其商啊 那如果卢秀恩这一次 真能够把蔡壁如 扶上立法委员选举 那我觉得国民党未来领导人 非卢秀恩莫属啦 机会大不大蔡壁如这一次 真的还是有点辛苦 还是有点辛苦 因为这一次蔡其商有不能输的压力 然后这个新潮流 大概能够用的钱都用在他身上了 所以这个 你讲这个蔡壁如简直在跟 跟一座金山银扇在打 很辛苦的 是这样 好那最后波及有要补充了吗 关于这个 其实中台湾会有板块移动 中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优势 中张头整体是绿营的立委 席次是多于蓝营的 而这一次基本上只要蓝绿平手的话 只要打平 然后北台湾这个蓝军 多拿几席回来 国会这个生态就改变了 民进党就不会 就没有办法过半了 所以中台湾他势必 我之前讲过这样 蔡壁如这一席的关键 不是在蔡壁如要赢 是蓝白要合 是中台湾营造出蓝白合的气氛 那卢秀燕领军之下 至少让两个区翻转 至少就是一个林静怡 一个是这个庄静城 就这两区至少先翻转 如果可以再多转一区 那就是卢秀燕就转到 多转一席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